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啥呀 那个 上次我是在非洲市场上买了一个 那个大蜗牛吗 很多人说那个不能吃 今天我们发现了 这个能吃的应该可以的 这个是法式的蜗牛 这个是法国的产地 它一盒呢是有12枚 然后价格呢是3600西法 大概呢就是将近40块钱 所以一颗的价格呢 大概是3块多钱 跟那个非洲市场上卖的价格 是一模一样的 希望你不要翻车 这个应该不会翻车吧 直接去搞了就行了 我们试一下这个味道如何 这个蜗牛 看起来就干净多了 比我们之前在市场上买的 那个脏兮兮的好看多了 闻一下 因为它这个上面是抹了东西的 这个上面抹了茶 有点香香的 上烤箱 就这样看 好香啊 它已经有变化了 说明书上说 那个黄油滋拉滋拉 作响的时候就可以吃了 那个是黄油是吧 怎么人家欧洲的蜗牛长得这么白劲呢 叮 看着好爽啊 可是这个看起来就比较有识意 烫哦 有一股芝士的味道 不是黄油吗 哦 嘿嘿嘿 黄油的味道抱歉 这个烤熟了之后就为手了 整个吞 整个吞 嗯 你在...你在逗我 哦 这个里面这个油看起来好爽啊 哇塞 我们应该买个法棍的 这个蜗牛好看多了嘛 我觉得 而且也不贵啊 跟那个非洲的 我们上次买的蜗牛一样的价格 那个也要3块钱一个 这个也是3块钱一个 这都能吃吗 我觉得你要蘸点酱 要蘸这个是吧 对 的确没有什么腥味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法式鸡蜗牛 它这个蜗牛是 到底是怎么的 吃什么长大的 吃什么长大的 怎么没有泥 不行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加一点其他东西 六婆拉就没有用完 只能用这个 怎么样 牛骨意大利面的味道 哈哈 那就是因为是黄油的味道 你再蘸这个酱是吧 你对比一下它圆汤的好吃 还是怎么样的好吃 我觉得肯定圆汤的可能会好吃 很香啊 很香 这就是法式鸡蜗牛 尝尝 什么感觉 很Q弹 但是肉很爽 比起他们当地的蜗牛 当地的蜗牛肉很硬 然后有一股土腥味 它这个是 真是没有一点土腥味 能不能咋它 这个煮螺丝粉 这个煮螺丝粉 我操 你这个是蜗牛粉啊 不是螺丝粉的 很多人说我之前买过蜗牛什么的 为什么就买那么一点 因为我怕浪费 因为我觉得不吃的话也挺浪费的嘛 你看 你说这个绿色的是什么 香芹嘛 吃闻起来是挺舒服的 沾点辣椒面尝尝 我比较喜欢炸辣椒面的感觉 法式煮螺牛应该也是欧洲特别有名的一道菜哈 再来点辣椒面 疯狂的辣椒面 就蘸上辣椒面之后就有一种吃烧烤的感觉 好今天晚上请你吃了一顿法肠啊 我觉得我明天要去把这个超市民的螺全买了 为啥来煮螺丝粉 不是煮螺丝粉 我想来个豹炒 豹炒这个什么螺 蜗牛 这是蜗牛不是螺 我已经是窜台了 我真的很想去买了之后来个豹炒 就像炒那个小龙虾或者炒螃蟹 香那蜗牛怎么样你觉得 我想来这个煮螺丝粉 那你煮螺丝粉吧 法式蜗牛螺丝粉 东方和西方的 这叫法式蜗牛粉 其实这包螺丝粉的价格远远高于这一盒蜗牛 你猜一下这个螺丝粉多少钱一包 多少钱多少大 4000还是5000 这么贵 啊就在中国超市买的 天呐早知道我就留着过生日吃了 你是要销死我吗 香喷喷 哇大家看一下这个中西结合的吃饭 这个酱不要浪费 这个酱我觉得蘸面包肯定很好吃 嗯 天呐 这酥都出来过 你拿叉子给它搞出来吧 筷子能好吃吗 哇哦 这个很霸道 怎么样 明天就去盛包 好明天就去给它买掉 其实这个看起来有点像那个鸡菌根 你有没有觉得 嗯 哇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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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只偷吃一点 原来这个粉是那种干辣干辣的 但是刚刚倒了那个汤之后 你不觉得没有那么辣吗 是不是 而且更香 它里面有黄油吗 建议大家都去尝试一下 但是不知道放在泡面里面会是什么样 应该也很不错 我明天去买来试一下 这一期算是我的尝试 我的发明 我的创作 我下一期等着你 好 行 那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